说自己丑人 骑士顿帅 大家好 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部 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韩国电影 这一次 导演把镜头对准了韩国军方 将军队内部腐败赤裸裸展现在世人面前 实在是胆气过人 故事究竟如何 一起来看这部 一集机密 话说美玉是一名资深的电视台记者 他胆大心系 最喜欢挖掘猛料 这一天晚上 夜深人静 回家的路上 美玉发现有人跟踪 慌忙之下王家跑 身后男子却紧追不舍 美玉立刻掏枪警告 顶经一看 来人正是与他约好见面的爆料人 此人名叫朴大义 现任国防部航空部采购科科长 他神情严肃 再三叮嘱 不能录像 不能公开他的性命 他要爆料的 不光是最近两年 战斗机多次坠毁事故的真实内幕 更涉及到军队高层贪污腐败的秘密 他搜集的资料属于一级军事机密 牵涉甚大 一旦出现差错 他们两人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 没遇见他如此郑重 更对他爆料的故事来了兴趣 他表面答应不会录像 但其实早已在房内放好了录像机 朴大义毫无察觉 将他的故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六个月前 朴大义还是一名野战部队的军需参谋 忠孝军衔 但这一天 喜从天降 他接到了国防部的调令 任命他为国防部航空部 不凭采购科科长 朴大义异常兴奋 他在野战部队待了十几年 严守部队纪律坐视一丝不苟 这一次被调去首尔任职 他的前途将一片光明 女儿和老婆更是引以为傲 正式报道的第一天 郑重的宣誓之后 接过任命书 朴大义见到了上校军选的男市长 两人来是同一所军校毕业 以师兄弟相称格外亲切 男市长正要跟朴大义介绍航空部的情况 却见部长千将军迎面走来 男市长立刻紧走几步 上前向千将军介绍朴大义 朴大义一见是自己的部长 立刻敬礼表决心 但千将军却说了一句 跟着他做事 光靠努力是不够的 此话一出 朴大义就是一愣 不解其中深意 跟着男市长 刚来到采购科办公室门前 却见一个中年男子 被人从办公室里拖了出来 男子情绪激动 嚷嚷的请求调查 此时朴大义还不知道 这名男子 就是零部件生产厂家 经历公司的金老板 朴大义正式与采购科的同事见面 男市长吩咐办公室主任老黄 好好协助朴科长 老黄满面陪校 他最善刘虚拍马 鳄鱼奉承 历经几任科长 不但采购科的事一清二楚 连朴大义女儿转学的事情 也是处理的干净利落 他们整个部门的子女 都在同一所学校 而那个学校的校长 跟部长千将军关系非常 转学的事就是一句话 当天下午 千将军约了国防部 人事参谋部长老江 一起打高尔夫 主动引荐朴大义 一听朴大义与他是同一所军校毕业 老江意味深长地笑了 千将军给朴大义使了一个眼色 朴大义立刻弯腰上前 给老江摆好一颗高尔夫球 老江心满意足 当即打了一个电话 就将朴大义的名字 放进了军衔寄生的名单里 朴大义因此官声一急 他有些惊讶 却又忍不住心中窃喜 晚上七点 下班时间已过 老黄将一张存折放在他面前 这是以朴大义老婆的名字 开着账户 使千将军定下的规矩 作为办公费 部门里所有人都有 却接到了千将军的电话 已经安排好了酒店 要给他接风洗尘 自此朴大义开始了在采购科的工作 军训部每年五兆含元的预算 而采购科乃是航空部的核心部门 责任重大 朴大义不敢怠慢 每天费心忘事的工作 为了做出一番成绩 他更是亲自来到机场 向维修部的工程师 询问每一个零部件的名称和作用 这令工程师非常惊讶 这么多年来 像朴大义这样认真负责的科长 还是头一回见 而朴大义的工作态度也引起了 飞行队长江英宇的注意 没过几天 朴大义晋升上校军选的事情落实了 这令那欣喜若狂充满了干劲 经常忙到深夜还在办公室里加班 整理资料 而千将军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 在朴大义身上 他看到了自己当年在野战部队时的样子 愈发的喜欢他 甚至在朴大义生日的时候 亲自带着礼物登门庆祝 朴大义一家三口倍感荣幸 习间与采购科的同事一起推背幻展 谈笑风生 亲密无间 这幅情景让朴大义感觉 仿佛自己和他们真的如千将军所说的那样 就是一家人 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 却竟然表面的和谐景象扫得一干二净 这一天 飞行队队长江英宇带着精密公司的金老板 找到了他 江英宇开门见山不废话 他们怀疑航空部采购的战斗机零部件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精密公司之前按照国防部的设计图纸 设计的零部件在即将准备量产的时候 突然被无理由换掉 换成了一家名为AR的美国公司 但自从使用了这家公司的零部件 光去年就有两架战斗机发生事故坠毁 四名飞行员牺牲 官方将事故的原因归咎于天气恶劣视线不良 但身为飞行员的江英宇却知道 真相并非如此 他曾拆开AR公司提供了一些核心部件 发现里面竟是残破不堪 根本就是非旧品翻新的 一听此话 朴大义就不乐意了 他不相信江英宇的话 更不相信自己的采购部会有问题 但见江英宇眼圈泛红 言辞诚恳 他便答应江英宇会对AR公司提供的零部件仔细审查 当天下午 电视新闻报道 国防部已经决定购买40架第二代战斗机 朴大义看着这则新闻若有所思 晚上 千将军带着朴大义和男市长做陪 在KTV里与人事部长老江八九言欢 两人聊起了第二代战斗机的事情 千将军直言 本来想要120架 却只批了40架 他有些不满意 老江笑骂了一声 这些老家伙胃口太大 就是十足的吸血鬼 听到这些话 一旁的朴大义有些惊讶 他意识到这里面真的有猫腻 临走之时 千将军特意把朴大义叫到了车上 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航空部跟野战部队不同 要学会去看更大的蓝图 与他们融为一体 随后拿出了一个领花送给朴大义 这是他第一次被封将军的时候收到的 意义非凡 此次送予朴大义 足见他对朴大义的器重和拉拢之意 朴大义自然明了 郑重地收下 就在朴大义沉测在千将军的关怀中时 飞行队却出了问题 江彦宇和几名队员执行任务时 飞机零部件故障 突然失控坠落 江彦宇重伤昏迷 不省人事 这一消息 很快便传到了千将军的耳朵里 航空部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商议对策 南市长考虑朴大义是第一次经历 如此紧急事故 没有经验 全都松了一口气 逝世飞机的通信记录已经拿到 绝不会泄露出去 应对措施 新闻官已经想好 这一次 不能再归咎于天气原因 只能把郭扣在飞行员江彦宇的头上 他们已经修改好江彦宇的人事记录和训练资料 就说他私生活混乱 疏于训练 操作失误 导致发生了故障 只要江彦宇醒不过来 就等于死无对证 其他部门全都没有问题 但维修部却没有立刻做出应对 南市长一怒之下 连山负责人失几个耳光 朴大义震惊不已 几个部门坐在一起 不是调查事故原因 竟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栽赃嫁祸 推脱责任 他想要插嘴 南市长却冷冷地告诉他 一旦被查出是零部件故障 导致的飞机锐落 他身为采购科科长 难辞其旧 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帮你擦屁股 朴大义冷汗之流 第一次感觉到科长的位子如坐针毡 而本次会议的决策 将由朴大义签字之后发出去执行 几天后 国防部发言人将此次事故的调查报告 公布于众 再加上千将军安排电视台舆论引导 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了江英宇的头上 江英宇已经确定醒不过来 他的家人蒙受不白之冤 无处申辩 此事一了 南市长组织庆功宴 朴大义心中烦闷 喝得酩酊大醉 经过这件事 朴大义算是经受住了考验 千将军彻底将他当成了自己人 带着朴大义参加高层聚会 在座的众人权势极大 俨然就是军需部的半边天 随后千将军带着朴大义来见一名女子 此女尽显高贵 把一份红色档案交到了千将军手中 临走之时 女子寄出一张名片 朴大义一看才知道 她就是AR公司的金会长 AR公司正是江英宇怀疑的那家公司 朴大义越想越心中不安 他叫来一名职员 连夜在AR公司的网站上 核对每一个零部件的价格 这一查之下才发现 军需部拿到的采购价格 远远高于市场价 75美分的零件 采购价格写的是315美金 170美金的部件 采购价格近是3万美金 甚至有几个核心零部件 在官方网站上根本查不到型号 打电话过去一问才知道 那些零部件 早就在五年前就已经停产了 如此看来 江英宇曾给他说的 零部件是非旧品番薪 应该不假 朴大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一大早 便召开部门会议 他随即挑选AR公司的 300多种零部件 价格对比之后 竟有420倍的悬殊 如此离谱的采购价格 他不相信 众人会不知情 一听此话 办公室主任老黄就不乐意了 指责朴大义 这是在诬陷大家贪污 话音刚落 衰猛而去 其实朴大义心里清楚 AR公司与千将军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若非千将军亲自受益 谁又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 但江英宇的事故就在眼前 军人的良知和誓言 不允许他坐视不管 朴大义犹豫再三 来见千将军 刚一进门 便见千将军 把那份红色档案 放进了保险柜里 朴大义乘上AR公司的资料 以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为由 请求千将军 更换AR公司的零部件 千将军却不以为意 警告他 如果不想成为一家人 随时都可以回到野战部队 你不是第一个 千将军说的每一个字 都狠狠砸在朴大义的心头 此时的他茫然又无力 刚要转身离开 却见到了江英宇的妻子 手里抱着的是江英宇的笔记本 里面记录了 江英宇对AR公司零部件的调查资料 还有一张军事法官 郑仁国的名片 名片背后写着见面的时间地点 江英宇还没来得及 和郑仁国见面 就发生了意外 就在朴大义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的处境 却发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办公桌上要签字的文件 全被千将军收走 老黄带着采国客的同事 孤立他 连吃饭都刻意避开他 这番遭遇 令朴大义瞬间清醒 他们口口声声所谓的一家人 都是假象 在利益面前一戳即破 朴大义不想一错再错 他主动联系军事法官郑仁国 郑仁国这小子 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看完朴大义带来的采购资料 他异常兴奋 军续部一张巨大的灰色利益链 和腐败网昭然若现 郑仁国随后 就把电视台记者美誉 介绍给了朴大义 想要把千江君拉下马 绝非易事 少不了电视台新闻的推波助澜 三人决定分头行动 目前他们缺少关键性的物证 朴大义暗中搜集资料 他的突破口 正是采购科的办公费 说是办公费 实则是借人头开户 收受贿赂 根据朴大义提供的情报 郑仁国将采购科 所有人的受贿账户全部查到 郑仁国信誓旦旦 准备大干一查 他的部长与千江君在军校时 就是死对头 这一次已经发下话来 要查个底朝天 朴大义再次叮嘱美玉 电视台报道时 一定要对他的身份进行保密 美玉虽然点头答应 但实际上 已经将偷拍的视频 送到了电视台 第二天一大早 军队检察院的人 带着搜查令 冲进了采购科 查封了所有资料 并对采购科的人 突击审讯 与此同时 电视台领导看完朴大义的 举报视频 甚是满意 决定晚上九点准时播出 而办公室主任老黄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 承受不住压力 开始松口 严谨事情顺利 朴大义和正人国 开心不已 但此时的千将军 却波澜不惊 他安排在电视台的人 已经看过视频 跟他确认 举报者正是朴大义 而朴大义与美玉暗中见面 也早就被男社长派人监视 他当时以为朴大义 只是找女人玩乐 没想到美玉会是记者 但现在他们手上 有朴大义和美玉的照片 足够他们做出文章 令朴大义身败名列 在千将军的安排下 内部人举报朴大义贪污受贿 检察官在朴大义家里 搜出了几百万的购物券 还未到晚上九点 电视里就报道了朴大义受贿的新闻 千将军引导舆论 提前给朴大义 打上了罪人的标签 这样一来 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 事态的发展 根本不是朴大义三人的控制 他们太小看千将军的手段 这次败得彻彻底底 男市长一把揪下他的礼花 怒骂他是叛徒 甩出了一张军事法院的逮捕令 随后播放了梅玉偷拍他的视频 此时朴大义才知道 梅玉竟然没有遵守承诺 他的身份暴露 以后在部队将寸步难行 但下一刻 千将军却撕掉了逮捕令 给他留了一条活路 让他好好反省 想清楚该为谁效命 朴大义失魂落魄地往家走 梅玉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希望他为了江英语 不要轻易放弃 但此时的朴大义恨透了梅玉 不管他以后在部队里如何艰难 他都会坚守自己的信念 抗争到底 但是绝不会再跟梅玉合作 话音刚落 转身就走 而这一切 都被AR公司金会长的保镖 看在眼里 第二天 朴大义便被调到了档案室 不准他使用电脑和电话 每天的一举一动 都被士兵监视记录 而他的老婆女儿也备受连累 每天晚上十几个匿名电话 打进家里 接通后却没人说话 女儿在学校被同学嘲笑是叛徒 校长已经下了通知 让他转学 老婆受不了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 留下字条 带着女儿便回了老家 朴大义深感内疚 但他心中却憋着一股劲 不愿就此低头 他私下找到了飞行队维修部负责人 此人对AR公司的零部件状况 一惊二楚 但却不敢跟千将军作对 不愿出面作证 晚上回家 朴大义被一群陌生男子殴打 警告他不要乱说话 第二天一大早 他又收到了调令 要调他去体育部队 朴大义怒气冲冲来找证人国 但当初信誓旦旦的证人国 现在却吸灰意冷 彻底认命 他也收到了调令 要他去国外 然后转业 千将军的势力太大 国防部的后台 所有将军的幕僚和舆论 都是他手里的牌 他们搜集的资料全部被收走 就算朴大义现在上电视举报 没有足够的证据 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而就在今天下午 医院里的江英宇也已生死 他的家人身心疲惫 不想再抗争 接受了国防部的补偿协议 朴大义茫然地走在路上 任由雨水打在脸上 看着屏幕里千将军虚伪的嘴脸 他事物痛绝 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朴大义迷茫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出现在他面前 令事情出现了转机 第二天一大早 每一边接到朴大义的电话 让他准备好采访 他已经拿到了AR公司 与军需部官员的受贿清单 愿意上电视 实名揭发军需部的贪腐内幕 随后便趁着下班时间 偷偷溜进了千将军的办公室 等千将军赶回来的时候 只看到文件被翻得乱七八糟 他心中一惊 立刻打开保险柜 一件红色答案没有丢 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保险柜上 却放着他当初送给朴大义的 那枚领花 就在此时 男市长在复印机里 发现了红色答案的复印件 正是AR公司的受贿清单 千将军大怒 这份文件事关生死 不容有失 立刻吩咐男市长 以逃兵的名义 立刻逮捕朴大义 而此时的朴大义 已经和美玉见面 并联络好了电视台 随后电视台便播放预告 晚上八点将现场直播 揭露军需部的贪腐内幕 预告一出 立刻引发全民关注 男市长派人四处搜捕朴大义 待人守在电视台门前 晚上七点 就见朴大义一身军装 从容不迫地走到他们面前 男市长二话不说 待人上前夺下公文包 里面的档案资料就这样 轻而易举地到了青江驴手里 美玉带着电视台记者赶到楼下 就朴大义提交给他们的资料 现场提问 前将军正正地告诉他 朴大义的资料 是从他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 属于一级军事机密 朴大义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他话音刚落 美玉却拿出了一份红色档案 一脸吃惊地问他 朴大义给他们的资料 是从AR公司获取的军需部 受贿清单 前将军如此认定 这份资料是从你的保险柜偷来的 那就是说 您与AR公司拥有相同的资料 一听此话 千将军脸色大变 幡然醒悟 他中了朴大义的计了 原来那天晚上的神秘人 正是AR公司金会长的贴身保镖 是他把那份红色档案 从公司偷出来 交给了朴大义 他原本也是一名军人 却因军队高层贪污腐败 害了自己的战友 一怒之下离开部队 得到这份档案 朴大义便与美玉联署布局 他故意弄乱千将军的办公室 让他误以为 自己复印了他保险规里的档案 最后引诱千将军 当着记者的面 亲口说出 他和AR公司拥有相同的资料 如此一来 千将军与AR公司的肮脏交易 彻底坐实 千将军怒从心怒起 把枪怒至朴大义 他彻底失去了冷静 所有的举动 被摄像机派得一清二楚 那些因军队贪污舞弊 而遭受苦难 蒙受不白之怨的军人和家属 终于可以成员招选 讨回公道 这部电影根据韩国真实事件改变而成 但现实里 却没有电影里的美好结局 现实当中 那些挺身而出 揭露军队贪污腐败的几名军官 有的被摆白刁难 被迫辞职 有的被判泄露军事机密入狱 还有的被吓掉到其他部队 被迫转业 令人唏嘘 而本片导演在刚拍完影片后 就因病去世 这样一位敢于挖掘敏感题材的导演 勇气可嘉 洪基山导演 值得敬佩 好了 故事说完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后会有期